國民黨前立委嚴寬恆 上個月被檢調搜索住家和公司 以一千萬元交保 二十六號台中地檢署偵查終結 以貪污竊佔和未造文書罪嫌 提起公訴 集中貪污罪是因為他用公費 聘請一名零姓助理 但疑似將他的薪資 拿去付馬沙拉蒂的違款 及守衛薪資等雜費挪用一百零八萬 有政治評論員在臉書上PO出 地檢署查到的關鍵證據 就是顏寬恆聘請的這名 零姓助理的老婆的電腦裡 代收代付表 裡頭收入明細 有營造公司盈餘分配 和立法院薪資一百零八萬 共一千四百多萬 而支出有馬沙拉蒂的違款 和其他車輛的代付費用 而零姓助理實際上是 某營造公司的負責人 負責幫顏寬恆代收公司盈餘 再把錢給顏寬恆 而這家營造公司 顏寬恆也是股東之一 評論員形容地檢署的資料來源 幾乎是一道必命 致電給營造公司不回應 營造公司只本而登記五千萬 登記地址就位在台中殺戮區 這家名宅二樓 近距離頭一樓是馬術委員會 而顏寬恆買的馬沙拉蒂 政治評論員 從買車的時間點 與車價推測 應該是二零一六年 出產的這台大型房車 原廠參考價在五百九十八萬到九百七十八萬 事發過後 顏家大門申索很少有車子進出 我們鄉親的 可以說 看他出公 他是真的假假的 可以帶錢 還是這樣就要他 選舉 我來幫他 我真的擋過 正來公董事長 顏清彪跟著繞進隊伍走 被問到兒子顏寬恆的狀況 他忍不住替他喊冤 而顏寬恆二十六日得職被起訴後 就低調不受訪 二十七日繞進期間 更是震天神隱 外界議論紛紛 華新聞連駕謝建宗 台中報導 哈佛 伊拉然 被迫 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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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